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非常令人窒息 本节目由原装进口福特探险者冠名播出 日本东北海域11号发生8.8级强烈地震并引发海啸 地震导致日本最大的核电站福岛核电站发生核泄漏 这是自1986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以来最严重的核灾难 在核泄漏发生后 日本政府划设了长20.1公里的禁区 禁区内16万名居民被迫撤离家园 福岛禁区现在是一座空城 四年零八个月已经过去 之前的繁华景象和当地居民都消失殆尽 取得了进入禁区的合法许可之后 设置组和嘉宾记者陈杰成为近五年来踏入禁区的第一批中国人 并且称至车 正常值得十二倍 斂云 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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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脚下 小心脚下 把整个空间全部给完成 天光还没有亮 进去之后特别黑 一进去 人就被植网糊住 皮尤记里边的潘丝洞的感觉 连睁眼都很困难 我以为五年以后 很多东西是可以修复的 但是我到这个地方以后 看到这些地方 就根本就丝毫未动 我觉得镜头很难 能够充分地表达 我当时的这种感受 就很发力 你能看出来这种 是中国厂的 这都是方便面带子 我刚才一甲开就臭肉了 嗯臭死了 老鼠吃了不 老鼠吃了不 这里边的动物 不只是老鼠 这草都得吃草 哦还有一个动物 还有一个死的动物 在你脚下 先不动 我拍一张这个照片 肚子烂 吃烂了还得吃呢 去 看脚下 我靠 小心假人啊 这吓住你了 到处都是假人 还有肯德基爷爷在那 我靠 这那么牛逼 你呢 核辐射危机带来的这种恐惧 一直现在四五年了 还没有动 我们最熟悉的说法 才临到一片死寂 我们得尽快离开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还是很危险的 坐 因为没有穿防复射衣 所以我们在里边工作的时间 是有限制 还要抓紧时间出来 保证每个人的安全 设置组合沉洁 深入福岛的唯一目的 就是让人们看到 核灾难后的世界 驱车深入福岛禁区 它们即将前往的 是福岛禁区内的 受污染最严重 且最荒凉的地区 日本政府把这里称之为 环迁困难区 我只不过是想知道 一个真相 二是说明到底去哪 我要尽可能达到 我能够达到的这个地方 来把这个地方 能线团记录下来 这就是我要去这个地方 我就要往前走 这是一种本能 距离福岛第一核电站的直线距离 只有三公里左右 正好是辐射值最高的地方 我们进入那个区域之前 做好了一些防护措施 2.86 先飞高一点 然后从上往下看 放心吧 我飞你就放心 这牛逼的 什么地儿就是 这不少豪华车 一片金环似的 特别萧条 长得都是艺人高的杂草 这公路还是个停车场 这不像个公路 你看那车头还对着的 公路的话 车头不能对着开 一片的辐射量高 没有人敢进的 外面现在4.94 另外你走的时候特别害怕 国内的一些业内的一些专长 他们的分析就是说 到这个地方 是可以待任何小时的 我也愿意突破这个害怕这个底线 我们去发现真相 是理所应当的一个东西 是我这个职业 我想靠得更近一点 越害怕的东西 我越想去把它突破 外面的速度是7.1 已经警告了 已经是发现了 警告这个是危险的 8.08 8.08 这时候其实我心里 一下子紧张起来了 明显感觉心跳是特别快 这条路只能是汽车通行 而且不准任何车辆在两边停放 也不能够任何人下车 过去是田银 现在全部是荒芜 全部是荒芜 一路的这个出入口 全部用南港封舍行 不让人在这里面出入了 这是发延十几公里 是没有人去住的 都是铁丝寂 这边的鞋就很厉害 桥都火烂了 1.9 1.7 1.0 2.7 1.1 1.1 1.2 1.2 2.2 5.1 我的靠 这个长翅的树 它扎得我字牙裂嘴 它破了 这个狮子树 给了很清美的感觉 过去这个地方应该是 当地的居民在这个地方 平时在生活 工作 劳作的那种景观 做日环华 人去镂空这种景观 而这个东西都是因为辐射带来的 看不见的恐惧 但是 spielen不止的 埃与人里不是人的 主要的 就衡火 如今更独立 快 ads 照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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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